好來看到呢 這是新冠病毒不只改變了 國際間大家的行為模式 可能也改變的是流行性感冒 流感的這個傳播模式 因為現在呢 世衛組織注意到了 就是在美國 在澳洲跟中國大陸 開始出現一些 比較異常的流感情形 像是呢 流感劑的提前到來 或者是患者突然暴增了 十倍之多 以及顛覆過去 可能是A型流感 比B型更加盛行的狀況 都被打破了 或者是流感季節 延長的趨勢 都是目前開始出現在各個國家的 但是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情形發生呢 我們就看到是有專家認為 因為大家防範這個新冠病毒 同時你防疫嘛 要減少社交 要勤洗手 要戴口罩 那不只防了新冠病毒 也防了流感病毒 在社區的傳播 但同時導致大家的免疫力 開始大幅的下降 所以現在是很難去 預測這個流感劑 什麼時候會到達 比較高峰的情形 那我們再看到 比較異常的是在美國 在日本等地開始出現一種叫做 呼吸道荷包病毒 就是在氣管 在肺部 在中耳出現感染 而且是出現不尋常的高峰 這部分是值得注意的 但是不管是防範 這個呼吸道荷包病毒 還是防流感 還是防新冠 只要做好個人衛生 都是有效的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